正在倫敦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川普 12月3日对外表示 美中贸易谈判可能要等到美国大选后完成 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时间是2020年11月3日 此前美中双方都曾多次表示 双方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协议激进达成 答案迟迟未能最终签字 近日有传双方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签署协议 12月3日川普对外表示协议没有最后期限 川普说 我没有最后期限没有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从某些方面看 我挺喜欢等到大选以后再处理美中贸易协议的想法 但是他们现在就想达成交易 我们看看协议是否正确吧 务必要是正确的协议 当天早些时候 川普表示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他 而且很快将见分晓 他说 我不认为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想要达成协议 而是我是否想要 我不知道是否要这样做 但你们很快就会知道 华尔街日报上周曾报道 中共副总理刘鹤已邀请美国贸易代表团 与本周到北京继续磋商协议 但最新消息指美国代表团已取消此次行程 因为美方希望得到中方更明确的保证 即中国将履行其在知识产权保护 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承诺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一接受福克斯商业网采访时表示 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 原定在12月15日加征的新关税将立即生效 新关税涉及手机和手提电脑等许多日用产品 而中共方面一直要求把取消关税 作为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前提 据美国媒体报道 有美方谈判团队消息人士周日透露说 目前双方的贸易谈判已陷入停滞 因为习近平需要时间去平复国内政治形势 从贸易战到香港危机 北京屡屡误判导致内外交困 川普又在感恩节前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更令北京当局雪上加霜 党内斗争更趋激烈 另据法广报道 中共大外宣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记者 也被列入该法案的制裁名单中 法案规定美国国务院必须对刻意针对 以及骚扰民主人士以及美国使馆人员的 亲中共传媒旗下的记者 列为入境签证监察名单 在《反送中》运动中 《大公报》曾刊登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 政治小组组长Jolie-Yintern女士 与黄之锋等摄运人士见面的照片 更在报上披露 Yintern女士的个人背景和她的子女的名字 欧洲希望之声何子涵综合报道